Rick Rick 我第一次開到 SUBARU的XV 而且又是現在時下非常流行的 這種CUV 沒有錯 而且這一次的XV 它有經過是新年式的 小改款的車型 多了滿多配備的 對 實際上路之後 我發現這顆2.0的引擎 也就是跟Forester是一樣的 是自然進氣水平對臥四缸的2.0引擎 它的馬力跟扭力的表現如何 它的最大馬力是156匹 扭力的部分是196Nm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動力的表現 其實在都會行駛上面 或者在國內的各個道路環境上面 其實是竹夫使用的 而且它搭配在這樣的車格 我覺得很適合 2.0的這顆引擎搭配在這個 算是CUV集區裡面的這一台 真的很棒 因為尤其是你帶起步 我剛剛起步的時候 我覺得它非常的 就是動力很豐沛 你一起步輕輕一踩 其實它的動力就出來了 加上它的變速箱的搭配 還滿可疑的 它就是CVT模擬7速 對 沒有錯 搭配上那個CVT變速箱 我覺得整個形式起來 也是非常的暢快 輕快的 對 就是女孩子開的話 我覺得它的方向盤的輔助力道也不錯 然後還有就是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是駕駛的視野 對 開這種 有點是現在比較流行的這個SUV 女孩子最擔心就是駕駛的視野 我覺得它的通透性 還有視線是不會被切斷的 對 等於你看像A柱 大家最怕就是A柱 比如左前方這個地方 它的A柱好像是不是比較薄一些 加上它的A柱這邊的三角視窗 對 它的表現也非常的好 其實它就是對於駕駛跟副駕駛而言 它在整個車室前方這裡 為了要營造所謂的 視覺的一個寬闊感 所以它A柱的部分 其實這個三角窗的設計 我覺得非常的棒 可以減少大部分 我們在車輛行駛的時候的一個視覺 視覺視角 還有盲點的部分 而且非常貼心的是 它盲點是設計在所謂的 後視鏡的登殼上面 其實對於駕駛者而言 看起來是更直覺的 對 而且它的 因為它的面積比較大 對 而且我覺得它這一次很棒 雖然是二一年式的年式更新 對 可是它加上很多有趣 包括你在駕駛上面的樂趣 像方向盤這邊有個SI 對 所以也就是說 你在一般道路 你可以千萬所謂的Sport模式 或者是Intelogen 就是類似智慧型的 智慧型的 你可以就是自動模式 對 它這是之前沒有 但是這一次新增的 對 這次是新增的 對 它整個超價介面上面 就個人覺得它在一些 配備上面的顯示 還有駕駛的一個 對於即時路況的監視上面 我個人覺得是更加的直覺化 對 因為透過前面那個螢幕 你就可以看得到說 你現在車輛的狀況 還有比如說像 它這一台雖然它是CUV 可是基本上都會裡面 你可以用的那種主動的 或者是被動的一些輔助的駕駛 這些全部都可以開啟 像它最有名就是 對 它是愛賽 包含了六大系統 我現在把它開啟的話 你看我先 把它車道稍微偏離一點點 對 它會跟你說 在一半秒上面就顯示說 你車道已經有偏離了 對 爆出警示聲 車道偏離的警示 對 或者是我在車道裡面 也會類似S型 就可能我犯困了 在裡面S型的話 它還會再做車道偏擺的警示 對 是在時速60公里以上 它就會做啟動了 剛才偏離的話是50公里以上 但是它配的這個 它也有ACC對不對 對 它有ACC 然後 AEB也有 ACC而且還是全數域 是0到200 所以在很早期的時候 我們一直不斷講說 其實那時候 大家大概兩年多以前 還沒有這麼盛行 這所謂的那種主動安全配備 AEDUS的時候 它已經配上了愛賽 而且現在的所謂 新世代的新年式的XV 我覺得它這個車型大小 像剛剛冠儀有提到的 它車型大小的 非常的適切 而且現在SUV非常紅 非常流行 不知道為什麼這一兩年 真的非常紅 不管是男性車主或女性車主 來開XV 你都會覺得很好上手 對 而且這是那個 說把我在造車裡面上面 就是強調人性化的一部分 而且大家不要覺得說 XV它屬於偏比較小的車 它的底盤做得很扎實 你看我們剛剛過那些伸縮縫 是 它真的是很扎實 就有真的很歐系的底盤的感覺 雖然它是日本的品牌 對 可是我覺得它底盤做得 是比較Hardcore的偏向 屬於比較運動型的那種感受 而且在懸吊系統的設計上面 這次也做了優化 一般我們在所謂的 懸吊系統上面有個圈狀彈簧 對 我們一般都是剛剛好 都是應該說都是等距的 那它現在的圈狀彈簧 它把它改成上面下梳的設計 所以比較密的是為了要 讓它的舒適性更好 更好 因為比較密就是比較軟 它比較梳 比較寬的 下面比較寬的話 就會比較硬 支撐性變比較好 對 所以上面密的部分 那個密的圈狀彈簧 它是為了減低你的碎震 吸收碎震 然後比較寬的圈狀彈簧 它就是為了要保有支撐性 所以它這個懸吊的設計 在所謂的舒適性 還有所謂的運動性能上面 取得一個非常棒的平衡 為什麼它要在懸吊系統上面 大作文章 因為這一次它除了加了SI 對 這種行車模式之外 它還有一個X模式 對 對不對 X模式的話 一定要搭配這些懸吊上面的 做調整嗎 對 沒有錯 好 我們請Rick帶著我們去 Off-road X3 Off-road 對 來看看 好 冠儀 那我們現在準備要來挑戰 Off-road 場地了 Rick 你確定 沒問題的 這是水牛坑 不是一般那種輕微的 越野的感受 今天假如說是開著一般的車 我不敢講 可是今天你開了SUBAO的車 因為它有所謂的 對稱式的 全時四輪驅動系統 所以 在各個路面上面 你都可以奴彌 然後再加上它的X模式 這一次也新增在XV的車型上面 是 沒有錯的 那它的X模式 其實你現在是開到什麼樣的模式 你跟大家講一下 你現在是 好 我現在開的 它有X模式的基本上 就是在我們排長座的下方這邊 你可以開一個Snow跟Dirt模式 就是雪地還有沙地模式 假設你今天發現 像我們現在在前面 是所謂比較靈靈的路面的話 你還可以開到一個DEEP Snow 就是所謂的積雪 還有靈靈的模式 較為深度一點點的越野 對 因為它可以容許你輪胎 適度地進行打滑 因為它容許你的輪胎適度打滑 其實是為了讓你的輪胎 進行脫困的動作 表示如果我們用在DEEP的話 是等於循跡反彈它會關掉 它會 它沒有完全關掉 它只是給你容許大一點點 對 懂了 所以我們 比如說我們現在 其實在你一面模式 其實你會覺得 開起來好像 輪胎好像不太受控 不會 但其實它因為 其實不會 因為它就是用這樣的滑擺 對 一般如果你是前驅 或者是說沒有這種 所謂的越野模式的話 千萬不要 不要拿自己家的車子開玩笑 對 因為它是所謂的 全時的一個 四輪驅動的一個模式 所以它其實在 你開車的時候 它就一直在針對 你的四個輪子的一個扭力 輸出的一個狀況 你又大滑 然後進行所謂智慧型的分配 所以可以讓你在 各個不同的路況之下 都可以順利地 安全地行行 有 剛才我們看到儀表板上面 那群機也有 有時候也有閃一下 對 有閃一下 但大部分的時間 它可能就會讓群機防滑的 介入沒有這麼多 對 沒有錯 這樣不然的話 像這種路面 你確定 這個地方嗎 是 是這個地方嗎 對 好 有 你好像可以聽到 輪胎的應該所謂的 一個差速器 再稍微一點 對 對 有那種差速器鎖定的感覺 對 它是偵測 其實非常非常地縝密 然後次數非常地平凡 但我要再次說 它這個底盤好 真的好 我們現在是這個 都沒有驚訝的聲音 再加上你不是說它這一次的 這個 它的懸吊也有做一些設定 對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面 它真的會對應各種路面 底盤 懸吊系統 甚至 我有聽到 它好像是在講煞車是不是 對 因為它也有一個陡坡環 陡坡環像系統 對 我們現在稍微有點 等一下 稍微有點經過這個 陡坡環像 你看它有啟動了 對 那個綠綠的 綠綠那個 假設說像我們現在這樣 看不到前面 看到前面 對 其實它還有一個非常 非常棒的 新年式還有一個非常棒的 一個設計 是一個前鏡頭的設計 你看到盤的右手邊這邊 你可以按一個景觀 你就可以看到你前面的路 到底是怎麼樣 有 那是一顆石頭嗎 對 當然我們的高度是夠的 對 所以雖然是 雖然說我們XV 是Crossover的車型 它比一般教授還要高 對 所以你可以在這樣的一個 行程狀況之下 你也可以感受到 休旅車的那種駕駛部分 所以它多元對應地面的能力 是比你還滿強 其實我現在是沒有踩煞車的 對 你看Rick的腳 它會限制我 就是 限制一個時速 然後讓你安全地下坡 有 我們有聽到 它在夾煞車的時候 對 它也在夾煞車 對 現在是好安全 沒有想到XV 它突破地形的能力這麼強 關於今天就算你來開這種路線的話 你也能夠非常多的心力 我相信 還是不要了 對 可是它這樣子好厲害 真的很厲害 小月也霸王 可以這樣講 是 沒有錯